我剛剛從那邊開過來的路上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個老黑牌螳光蟲嗎 有 我一滴類直接跳下來 最近有一些故事 應該沒有人上禮拜四有去聽那個23Open嗎 應該沒有吧 好 因為講一下最近的事情好了 大家都知道就是我最近 呃...上禮拜過得蠻辛苦的吧 大家應該知道 多喜歡 欸對不要這個標誤 我這個...那個...等下我... 又被告了 等一下又... 錄影城鎮 然後五個月之後蘋果日報又開始爆 所以那個... 對對對 這段大家就是現場拚拚就好 就上禮拜我一邊要處理我的小孩子出生嘛 要照顧一個嬰兒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要處理這個隆隆的事情 也是一個 對對對 然後一邊就是不停的哭鬧 然後要安撫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邊 我還是有我的嬰兒要照顧嘛對不對 所以... 就是...哇...這個... 好...大家真的是... 啊...算了 有什麼話像對他說嗎 你說嬰兒嗎 想對隆隆熟嗎 沒有...完全沒有 你不要挖那麼動給我跳 對老K呢 對老K 我剛剛從那邊開過來的路上 有沒有看到那邊有個老K排唐荒蟲嗎 有 我一定會一直跳下來 有了吧 畢竟就是在同業裡面嘛 不過我覺得好像總不能就是... 被欺負了 或是自己有不開心一直忍著 因為這也不是人人能過去的事情這樣子 這樣子 沒有沒有沒有 賀隆你一定是要被X啊 就跟你講要知道他有什麼厚人之處啦 沒有沒有要被... 沒有沒有要被... 要被賀隆X 蛤? 一定...賀隆一定很特別 所以... 欸? 居然會有人想被賀隆X 不是這樣賀隆這蠻意外的 是一個體驗的心情 是想要知道 會不會是因為這樣 我們一直誤會那個人呢 其實被看過我也會變這樣 我到底在講什麼 就是被XX過之類的 整個個性扭曲了 有了吧 畢竟就是在同業裡面嘛 不過我覺得好像總不能就是... 被欺負了 或是自己有不開心一直忍著 因為這也不是忍一忍就能過去的事情 這樣子 那多少會有影響 但是影響就是我得自己承擔 畢竟當初要選擇講出來的話 那就是希望大家可以更認識喜劇圈 是在幹嘛 然後我現在自己也很努力的在往其他地方 就是開展我的職業 所以呢 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更多新的作品 例如成像起風了 對啊 對啊 就是搭你的肩 但是你有瞪他 就是 誰 雞瓜 瓜吉啦 你是傻瓜 不知道 我以為你們是雞瓜耶 我有說誰 那我發... 他有說過他搭你的肩 但是就是你是有瞪他 就是... 喔我覺得這個會不會有很太敏感 我不知道年紀大是不是都比較敏感一點 就是... 那你是...他就做什麼時候啊 有時候只是開玩笑吧 嗯... 那時候在舞台上吧 我記得 他講的可能是去年火烤瓜吉的時候 然後 因為我原本是觀眾 突然被請上台 然後跟大家謝幕這樣子 然後他剛好站我們旁邊 就這樣大家接一下 有人碰到你一定會看一下 我有年紀比較大 看起來比較兇 不好意思啦 就是真的覺得 就是我... 瞪到的話就... 可以去收金 哈哈哈哈 而且他... 他覺得說他不知道怎麼跟你相處 這是他的跟真實感受 沒事因為我也不知道怎麼跟他相處 哈哈哈哈 沒有 畢竟我們年紀相處比較大嘛 然後... 他四十好幾了 我二十幾歲了 他都可以當我爸了 所以... 就... 不能...就是... 沒有共同的話題 或是比較難聊天 我覺得還蠻合理的 就...畢竟我個人不是很喜歡尬聊 所以... 就是... 遇到不熟的人的話 我可能就會... 欸...比較愛... 像是湯哥啊 我也不知道跟他聊什麼 哈哈哈哈 每天問到他 就是...欸... 可以吃飽 我們一天吃飽 今天他在幾個 哈哈哈哈 好吃嗎 真的 嗯...好